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 通常我们看见都是舞台上面闪亮的演员 那么这一位他几乎可以说是演员背后 操纵他们在舞台上面所有演出的重要人士 这是一位导演 我们邀请到了李小平导演 小平你好 嘉瑜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碰到小平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在台湾看到你了 有啦 因为你这样问会让人觉得我好像不爱台湾 没有 就是可能在创作上面 在大陆发展的比重比较多一点 但是所有在台湾 我自己的母团国光剧团的戏 还是从不缺席的 是是 我记得前几年小平导演得到了国家文艺奖 在当时的所有的德江里头 非常非常的年轻 因为通常得到了这个奖项 好像都已经是比较年长 是 但是就是小平导演 大家都不期待说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希望你再创佳机 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头 特别要请小平导演来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你刚刚完成的一部 非常轰动的作品 是 春江花月夜 但是还没有在台湾演 还没有 据说台湾已经在安排档期了 但是落实在什么清楚的时间点上 好像我还在等那个邀约方的消息 可能是明年 它不是我创作的责任 但是已经在上海大剧院 是首演 好称叫世界首演 而且得到了非常大的好评 也很轰动 春江花月夜听起来这个名字 好像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但是它到底是一出什么样的作品 而且好像是昆曲 是它是是昆曲 然后是纯元创的 纯粹是剧作家基于对待这一首 就是唐诗所有里面号称叫 孤篇鸭全堂的张若旭 所写的春江花月夜 那在中国的明月里面 又也有春江花月夜这一首曲子 那在大陆那边被泛滥成是 他们讲叫垃圾车的音乐 我们是献给爱丽丝 对 叫你的祈祷 他们是春江花月夜 所以当时就说 在旋律里面 完全不可用春江花月夜 所以当时就这样 那纯粹是基于 是一个有趣的编剧 罗舟 请各位关注戏曲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它 未来的这个才华未可鲜亮 对听说它很年轻 很年轻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才28岁 还正在就读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但是听说它这个剧本写来之后 就大家传颂 没错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么震惊 首先是这个故事 讲起来是非常昆曲的那种 如有似无如烟似幻的情欲 它的情感 那它写法上面又是遵照 所谓的曲牌连套的 昆曲的这种曲律 曲牌连套的意思是 其实曲牌连套 我也是最近才涉猎的 就是据一些专研的人 就是男曲有22套 悲曲有8套 根据你使用的情感的脉络 来选择它用哪一套曲子 当作叙事格式 所以就是它都是规定好的 什么阶什么 什么阶什么 什么曲子 因此是句数是稳定的 你只能往里头一腔填词 不是板腔体 我真的文本创作 自己写完 是边腔帮我打造旋律 所以它其实是 在所谓音韵学上 限制是很大的 所以相当有 那边边这个 就很鬼的编剧 他就是 他读了个原曲词典 他觉得 词典 这个玩意原来那么难啊 那么难 我来试试看好了 找个故事吧 好吧 郭平家全堂 他对张乐旭有感 声醋不详 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 对啊 刚好给了所谓编剧 最佳的一个故事 发响的这种五远佛界 他就写出来了 28岁写 13天 两个晚上 两个晚上 两本上下本 分别要两天演完 就也就是说 六个钟头的量 13天把它写完 13天 而且在这么多的限制里 是 我的天哪 这就是这个鬼才 而且他的文词用字之雅 依稀你不声明哦 你都可以感觉它是古本 天哪 用点 你们典故用的也是极其精准 也会让觉得有古运感的原点 用的真好啊 所以当时王安琴老师受邀去上戏 做所谓编剧大师班 授课的时候 所有学生的作品 他一读 精为天人 那真的是精为天人 他以为古人走到了现在 对了 然后一看到那个人 然后又完全 然后他自己又牺牲说 我想写个本子 就因为他自己胖胖的嘛 就看看女生在哪个潮带里面 胖胖的会被大家赞美 哦 唐朝 那我写个唐朝的故事吧 他是这样子的东西 哎 好可爱哦 因为用很幽默的方式 既幽默了自己 也把他的文本当做一个 线下在大陆很抢手 天哪 罗舟 听说他是个宅男是不是 女 宅女 宅女 很好玩 他说他妈妈老闲 他宅在家里 然后他就好了 不宅不宅 写个小说 妈你看我写好了 13天 有的时候没有 就是他的那个才华是 在很多地方都被印证 我短时间听到很多 都已经是很奇闻的 会让我真的对待他 就早先认识他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很多奇迹般的 所谓的文字创作 哇 这次合作也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一个经验 所以他到底把春江花月夜 这个名字 创作出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故事 如果用一个被用 好吧 我们用所谓肥皂剧的方式来讲 就是当一个帅哥 卸购了一个女孩 在一个公园旁 然后是过年正月十六 元宵过后第二天上元节 大家放花灯 他变成是一个灿亮时光 他带着三分醉意出来晃 他27岁 碰到一个16岁的女孩 敬畏天人好爱他 后来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这个帅哥一人27 他已经变少父 嫁作人父 26岁 然后第三次再见照面的时候 他依然27 帅哥一人27 这个胖胖的女孩 年纪也70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这里面就写了所谓的穿越 穿越剧 天哪 就是诡欲一天 人间十年 带着非常多的自己的这种生命的 被压缩下的历程 我把它设定在这 上元佳节 大家在放烟火 他的生命像烟火的刹那般被冻结 也被取走 是鬼域当中一个乌龙的鬼使 阴差阳错 拘错魂 他本来当天要抓的那一个 人间的鬼魂叫张若虎 张若虎 虎跟虚之间就弄错了 一叫他自己一演一弄 一看叫张若虚 就张若虚在桥头说 我在这里 把他抓走了 阴差阳错抓走 就这样抓走了 然后偏偏阳王要跟他交易说 抱歉我不能放你回去 我让你来生金轮满腹 金轮满腹 比不了他看我 那第一个时刻 不答应 那我再给你这个万贯家财 这样 然后万贯家财比不了他第二眼 取牌第二套就往下推 那给你当帝王家可以了吧 比不了他第三眼 他就因为这样子 你看大部分鞋取牌连套 会舍弃情节是推动力 可是他一套曲的这样写下的时候 就发现哇很合理 那取牌连套就在他的内在加温下 一曲一曲的割出来 情节不拖沓 依然往前推 所以他的取牌连套立即在情节基础下的连套 不是写在纯淑情 好吧 杜丽娘许梦 一整套曲的唱下来 我的妈呀 你不知道里面他到底要找什么 其实他非常婉约 非常秀美 非常非常伤心 可是你不知道为何 所以这个套曲 他又兼顾了情节的张力 我觉得非常难得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人鬼之间 然后又是穿乐剧 所有现在最时髦最夯的元素都有了 但是非常的古典 又符合这种 昆曲里头最严格的格律 最后把36句的这个春江花月夜的本曲 喷勃而出一格而到底 好美哦 真的是太厉害 小平你是在什么样子的机缘之下 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剧本呢 也很偶然 那时候我们记得是到上海 我忘了金锁机还是哪一出戏 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刚好赶上王老师在那里授课 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我认识的昆曲界的 或各方关心戏曲文学的 包括王安琪老师 大家这个名字一直在我耳朵里面 大家都在讲授罗舟罗舟 很轰动 这一时就这么沸腾啊 这不是偶然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说可能我跟他有缘吧 当时就是作为 就是现在制作人张军跟竹野 他就跟我预约了说 如果我有幸启动这个戏 你是我导演的波尔人选 我就放在心里了 可是当时我们自己家 王安琪老师 也去那里买了这个戏的 台湾首颜版权 所以王老师也讲 那我就哇 我就跟张军很诚诚讲说 我的母团如果要拍 我是必须拍我的母团的戏 当然 我只好跟你告辞 结果没想到后来 我们家还没有启动的时候 张军启动了 所以张军也买了这个戏的 买了这个戏的这个眼珠版权 小平一开始看到这一出 春江花月夜的时候 是应该很兴奋很激动吧 因为居然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剧本 这个导演魂 大概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 我很诚实的讲 我其实原来对昆琴 我喜欢观赏 但我不入心 所以你就取拍连套 以前我在这个之前 我已经排过 倒过三个困曲了 我终究对取拍连套没有概念 我还是板腔体格式 就是情到浓处而歌 然后对于取拍套 是这个事情很无感的 我真的是这次春江 我才知道取拍连套 原来是这么规范 取拍连套原来是这么跟戏 很难搭配 可他居然突破 而且取拍连套的情感的 启程转合音乐性的堆切 还真是有他的排列上的 逻辑跟性格 原来在传统的这种精髓里面 这件事情确实有他应该被 遵从的必要 可是居然被这样新的戏剧观 体现得这么得宜 也是很难得 所以你觉得取拍连套 其实他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我承认有道理的 只是说线下的人 以前好 农业社会 大家生活节律比较平缓 然后我讲的情感的这种 叫震荡的浓度没那么大 所以他要喜欢 尤其本来昆曲以前的 就是非常南方都会承示 你们是生活情质里的 一个休闲用品 谁要你把戏剧的这种 所谓的格式弄得那么浓郁 那么肤杂 我就听出那种 哎呀小小情调出来 行了 所以他不是要你浓郁的色彩 没有当前对戏剧认知下的那么大的需求 所以他就被弥漫 可是你放在这个戏里面 居然他能够兼顾得蛮不错的 所以当时我其实光赌文本本身 还并没有那么大的兴奋 等到是真的我听到编曲 孙建安先生也把整个这个枪谱出来之后 我原来的担心也被他化解 那我就接下来就可以非常用戏剧感判断 来增加他的浓淡 调节他的张弛 有度的情感的上升跟下降 就自己就可以掌握了 其实这个应该说 纸牌连套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对导演会不会也造成了一些 你在导戏时候上面的限制 有 因为戏曲一直面对当代 有一个很奇异的焦灼 是他的就是戏剧节奏这件事情 很不符合于当代的跳跃性思维 对 现在人的节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及普遍受众是被好莱坞式的情节拉着跑的 对 真的一秒换八个镜头 是 现在打魔兽这么快 对 昆曲慢慢唱 完全没法接受的 所以因此我自己做戏 有的时候会反过来 有个逆向思考是 是先画面 后素材 后素材再谈抒情 你让观众一直在你的情境里面改变 使得他一直在诧异当中 去阅读这个戏的递进 所以你就有取有舍的 让这个戏浓淡有志的时候 第一场戏 我就很清楚地跟张弛强 我整个故事 我强调三次见面的他们的情感历程 为抒情场 弹琴 其他的五场戏 弹事 弹事重情节 节奏就偏快 弹琴 情浓处 你就不要急 那就五场戏里面呢 我又要他 常常 氛围皆不同 我就考验自己 提供给舞美 提供给服装 提供给大家一切的法则 说明这三场抒情戏里面 第一场 不是寒情默默的时候 是你们心里面 在泄购时候的那个悸动 所以我要你 翘着眼 很翘皮 你又自己有点久安耳热 翘着来 小鹿乱撞 翘着眼 第二次见面 他26年27 已经有了不同的生命历练的摧毁 而再次争取碰到他的面的时候 这里面当然有很深的情感 他居然这26岁的女孩 是在这见他的三眼里面 之后 每一年他的三天假期 临江记这个叹花了 你以为你落空的情感 是得到依托的 惊讶 开始舞起来眼 把所有内在的情欲 新的生命的见解 原来狂放不羁的性格 重新洗涤过一遍 载歌载舞的 把自己所有的情感宣泄出来 外话舞着眼 到了再见面 你只不过又过了四天 他66岁 你是一个被压缩为四天的生命 他硬生生四十年 年年岁岁 做一样的事情 他内在何等安宁 捧着眼 不能惊扰这一个 耻目之念 依然专心做这件事情尊重你 你要多爱惜 不许你蹦蹦跳跳 翘着眼 捧着眼 捧着眼 三场抒情戏 氛围就在表演上全然不同 那跟着其他的那些 就是演剧情 他被鬼鱼抓走了 我这场鬼鱼要用什么场景 你的曲牌连套 我尊重你的格式 这个地方我在外围增加了 孟婆希望在旁边 赶快递上一碗孟婆汤 使得你赶快投胎 往下一世走 很不人事的一个角度 服从职务的 孟婆在那里很安静的一个角落 旁边三个判官因为胶着 没碰过这种判例 招来所有的人 三个判官在舞台上 宰歌宰舞 你的曲牌连套 他把他身段歌舞化的时候 观众看哎呦好好笑 不会一直沉溺在这个书生 拒绝你的贿赂 谈判场只是个歌而已 而他又没有道理在那地方 把这几首明明情感上 是很清楚自己信仰什么 要得到什么 所以他的舞蹈上很单一 那你一定要透过次要情节 来加温这件事情 所以分为随之次要情节而改变 但是我所有的思考 一并都回到传统的表演格律下 哇 会不会很想看 被小平导演这样讲了以后 所有的朋友都在 收音机旁边在期待了 哇这到底是一出什么样的剧 在大陆非常非常的轰动 那么听说我们明年也可以看得到 我想我们先听为快好不好 小平导演为我们介绍的这一段是 是我们剧中男女主人风第一次卸购见面时的 汉廷秋的曲本 好青涩 是我们剧中男女主人风第一次卸购 没有剧中男女主人风第二次卸购 我爱不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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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风雨 吹 都转心 等我尽 如永远淡月 传伴群亭 冰花烛残青心 哎呀 我以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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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昆曲吗 哈哈 小平老师你们 又动了什么魔术 呃 其实因为第一次跟这个作曲家结束 因为张君其实跟他作为 用昆曲为才来对话 已经有几年了 张君出了一个碟叫水魔心调 所以其实已经不是从零开始 那我就很放心他们的这种 所谓叫常识的关系 而且我听到很多音乐 这个作曲家有一句话说的好 他说我没有写昆曲音乐 是昆曲音乐把我领出来的 哇 你看他这样子的态度跟身段 他是在这种底蕴时候 他就他写完不对 写完不对 不忙 就去浸泡 再听很多东西看书 好 对了 出来了 啊 所以整个他对于这个昆曲音乐 是用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 把他领对 呃 其实一再开始要听这段音乐 是我听到小平 讲到说里头有用keyboard 我在想我心就凉了 你以为恐腔来了 对 我就吓死了 我想说糟了 我们待会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哎 结果听完真的很棒 是 那这个作曲家是纯然在碰张军之前 是做流行音乐的 哦 真的 这个戏还是有他已有的朝代设定 就是圣堂 观众是在这个视觉的连结里面 所以我希望你刚开始音乐 不要让观众觉得 听觉跟视觉是错乱的 嗯 所以我希望在你已有的经验 刚开始给观众 是七三笔 百分之七十是昆曲的 嗯 怎么讲 呃 笛鼓陪着 舵舵起 然后笛子的笔量 大概要多少 嗯 然后慢慢让观众走入这个系的情节里路了 我们用五五偷渡 哦 哈哈 这个创新就慢慢在后面 垫垫的守着 对我以前做过其他的音乐师 也做过很多种织法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后来他说毫无理解 就慢慢慢慢在分配自己音乐 这种两种听觉的比重 嗯 是 所以才能够创造就这么成功的一个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前面的第一段 是 那但是待会我们在节目下半段 会让你有更大的惊喜 不很有趣 小平老师这边一直提到张军张军 嗯 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一次好像整出戏 所以是在张军的推动之下 对他其实是一位昆曲的演员 在上海叫昆曲王子 哦 王子 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一下 是是 他原来是尚昆非常知名的演员 嗯 非常非常知名的 然后但是他很有企图心 他在昆曲的舞台上已经相当亮眼 同时积极的为尚昆做了非常多 进校园的盆墓 哦 非常多 同时你看他自己去修MBA课程 啊 有一个MFA的学历 然后他的英文是中国以及考试过的 哦 他英文非常好 他是国际的昆曲的和平大使 他受奖的时候全程十分钟是英文讲获奖 哇 他其实是他自己早就一直在铺陈 然后对于官方体制这件事情 他自己觉得也有些力不从心 嗯 所以慢慢他又觉得说 我好像要再寻觅一个方式 来做我爱的昆曲的表述 所以他出来做了张军昆曲中心 第六年 那我跟他结识的时候 是他将将要决定离开昆曲的时候 可是我对他认识不深耶 嗯 后来那时候就邀约说 他很喜欢我的作品 我说你也不认识我呀 他说你哪一个不认识 快学事情 忽显 他是如鼠佳珍 他每 您导的每一出戏他都看过 每一个他都看 而且他看了不知多少遍 诶 可是他人在大陆 你这些戏在台湾演出 他是特别过来看 他不是在做这些事情吗 他用心到什么 他买了所有另外一名老师出的书 云门五级现象 是 以及国光剧团经验 就台湾如何再造传统这件事情 他是很缺乏的 一直引以为见 所以对待这些在线上工作 而在乎传统表述的这些文化人 他很熟 所以至于启动春江花月夜的时候 我为他拿出一份 所谓的叫核心创作名单 他自己惊讶的不行 我有可能吗 我说试试看 就好在在台湾有广结善缘 没有把戏做烂 所以这些师掌们就接受我的邀约 就一起来打造了张军的春江花月夜 是 这出春江花月夜真的是大制作 而且小平真的是动用了他在台湾 这个好人员之下 所有最厉害的这个资源 那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资源 打造出这个这么棒的信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大家喝杯茶 我们待会儿下半段 再来好好为您介绍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非常开心为您邀请到的是 国艺奖得主李小平李导演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小平今天为我们介绍的是 他刚刚在上海大剧院 非常轰动的一个新的制作 叫做春江花月夜 这个从一首诗 怎么样变成了一个穿越剧的故事 然后这个穿越剧是一个怎么样鬼才的 编剧 对 编剧剧作家 他把它串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以及小平为他打造了一个梦幻般的制作团队 就是信任嘛 相信小平不会乱搞嘛 他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但手痒了 我们合作过几次都经验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我还记得最早某一个戏 然后请他上来羡慕 他回过神来拥抱我 说在我耳朵旁边静静说 谢谢你把舞台使用得这么灵活 哇 而且算是我差不多一路来的创作 他还真的没有缺席过 都看到都看 他也算是看到我的成长 所以他觉得我我做戏 有我自己做戏的某一个谨慎吧 是 然后服装请的是林锦如老师 哇 这是台湾第一把交椅 对 然后灯光设计是我的老搭档 车可谦 车可谦 平面设计是 一直以清雅为 他个人美学基调的霍容林老师 我听到这个下巴就快掉下来了 霍老师 真的真的是 他已经收删了呀 对呀 他已经死掉他之前所有的 那个几个旺盛事员工 特别聘回来一个 而且他最近自己在做自己 生品回溯的出版品的整理 对 这么 祖师级的人物 都被你请来做平面的设计 然后摄影师是刘震祥 哇 震祥 祥哥 因为我们也是合作很多 算是信任我 对于做一个戏的这个执着吧 然后其他 五间是做过云儿的一个五间 叫陈祥淳 是 执行之作是曾经在剧场 这也是二十几年历练的 蓝儿 余文蓝儿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真的是对这个事情 执行面帮助很多的好朋友 一起带到上海去来 稳定这个戏的品质 那真的是台湾在这么多年 剧场里头的第一把交椅 全部都被你找去了 算是 所以当时在在上海开他们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当然可能他们对于台湾的文化普遍没有像张军这么熟 所以爆出来 可是我说请各位努力的上网去查考 没有一个不出自当年云门五集一起成长的这批艺术家 都是 所以就可以很骄傲的说叫梦幻的台湾主创团队 对 那这边是梦幻团队的制作的部分 在演员的部分也是非常梦幻 非常梦幻 在上海他们来讲都是那种 跺脚上海套会晃的 哇 张军已经毋庸置疑了 另外有一个就是我去年导过一处金剧的第一号男主 也叫关栋天 关新的他以前叫做关怀 他是名门之后了 嗯 他的父亲关正明先生 以及石一红 嗯 是是他也刚刚上过我们节目 是啊 是是 就我们也是合作过他 然后魏春荣北坤的特别请过来 对 也在不只是坤曲节目跟大家见面过 是啊 是 所以张军自己没想到 因为他们都算是配角 哦 这戏的当然主角只有张军一共八场戏 他硬声称在舞台上七场戏 七场戏是从头至尾待在那 七场戏 你看这么大的比重的 是 其他呢就分别散置在这里面 帮他撑 嗯 所以这些都是来情义相挺的这些名家 是很不可思议 听说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张军现象 因为我听了我就觉得说一个人 他既然他自己创了一个团 嗯 他自己又要做演出 但是所有的行政所有的推动 都是他 是 他怎么有办法 而且刚才听了他嗓子还是这么好 他这段时间在排戏 我给操模的也很无形 我有时候都都很心态 就一直提醒他 他确实在所有的事情真的拿得很严格 因为以往他在做就是可能坊间大家最熟 就是园林版牡丹亭在住家角 就是把作家角放在一个叫写实的园林里面做一个呈现的版本 结合了谈顿的音乐 嗯 做的一个复合式演出所谓的跨界 可是回到剧场这件事情 一直他心里面念念不忘的 嗯 他在上海除了募款 除了向所有这些叫白领阶级的文化人士 开始去解释这个作品去 他的演讲不只讲了无数场 以及把他所有常年直接关心他的企业界朋友 以及一直等待他启动作品的朋友 全部动员起来 所以我有一天在排练场 一天把他排了一身汗一身汗的出握 然后再来一遍 就出了唱 晚上我跟他一起去出席演讲 他的声线已经 啊 可是小伞还是甜的 哇 原来已经是累到了 我说第二天进排组 我说今天你悠着唱 他说没办法 我找不到感觉 哦 他声音一清后 那个气提不起来 呈现的情绪温度是不对的 他非得拉开来唱 我说既然这样就是告诉你 我们就练功吧 就回到我们小时候 老是让你一遍一遍的来实话教话 你就来吧 嗯 我们就这样的工作 有一天真的排排练场来了三个日本朋友 一个通中文 两个不通 他一个人明明是对手戏哦 跟魏春荣的一个人单独来 安静 那三个日本朋友眼睛泛泪哦 就他一个我们在演练而已哦 那情感的浓度之强啊 盘练场的气场自己去撑满 他说我好需要这样子来建立我对于这个角色舞台的存在感 嗯 我说这个是积累来的 台上不会亏你的 灯光下一照 你内在饱不饱和 你骗不了自己 嗯 就骗不了观众 嗯 嗯 除了张军之外 其实这次小平在打造就整个作品 嗯 我觉得可以看得出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 大概积累的所有的经验所有的力度 在这个作品上面开花结果 而且听说这里头是我的身段 就身段老师临时不能出现 全部都是你排 对 依此当然是他们都算是已经进入成熟期的演员了 是 都有他们的职性 以及讲叫身段自我的领受 那外话都不难 你先是先叫外部调度 然后给予他示范建议的几个范本 嗯 他们就会自己去把那些点来延伸起来 我自己以前跟张军交谈的时候 我就说 你们昆起演员 你们 普遍非常漂亮的载个载五的身法 跟这些 我觉得是精英留下来的这些传统养分 很善写景 对他们的城市 就是你自己 哪个台湾城市水凶啊 一帆飞这样子 就是以琴写景 以琴欲琴 这种往返是非常生动 粗糙的表演家会写景 而不入景 心里没有 所以呢 手脚很忙 但情不动人 就比如说你在那里写冲花秋月的时候 和冲花秋月干你什么关系 总让你惆怅 嗯 可是你惆怅的你在冲花秋月之后 你要留白 让角色当下情感 入冲花秋月时刻的叹息 嗯 你才能仅与人相容 否则观众就是看你不断的那些 手舞足道 对 可是不之所以然 因为你失去了内在的你 嗯 所以每每每在拍戏的我说 too much 你太多 动作太多 是 你不沉下来 观众就一直忙的看你 被你取悦 来 再再舞再舞 还有完没完 没完 我说请你在这个地方要留白 把你的愁伤告诉我 何以你刚刚讲的树梢的枯枝 让你落泪 嗯 哪一件事情手动 哦 给我 他某个地方又哭又笑 我说都不对 哭不出来 为什么 来谈一谈 你怎么看他此刻的时刻 如果他仅止于这份理解 何以他要哭 哦 进而理出来角色应该的情感 他是从境界上佩服这一个女人 原来是这样的境界看待情感 我是何等自傲的人 我是全中国当时考试第三名啊 我是精英层的精英啊 这个女人竟然是如此的性格的境界 我佩服感动 所以我怅然泪下 明白 再哭一次给我看 对了 对了 那哽咽就不太假的 嗯 进而在笑的时候 那个开怀感 因为你心生敬佩嘛 那个投射点就对了 所以还是从一个就是怎么讲 戏剧的理路里面 为他把情绪的角度找对 观众就不会只是虚假的被欺骗 嗯嗯 所以其实你每天都在跟演员讲故事哦 嗯 讲故事张军比我熟 可是他那个人物他一挖就说 你怎么就挖的那么疼啊 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做到呢 你平常在生活当中应该是很细腻的一个男人吧 有人这样问啦 但我自己想我都讲我是粗人 但是很能够深入到人性以及很多的情节 因为我始终就不太想去辩证说戏曲是写意的 西方戏曲是写实的 我觉得那种叫口齿为理论而理论的 我觉得台上只要不动人管理写实与写意就是欺瞒 然后你自己偷假观众也就是仅止于欣赏罢了 只要俊勇只要深刻的一定是内外兼具的 嗯 里面的那个部分完整 然后自己的外在部分无痕 观众接受无所谓传统戏或所谓当代剧场的戏剧一样的 嗯 是我想如果看小平导演的很多作品 就会知道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被他的在人性上面很细致的 某种很深入的描写所打动 会让你在那一刻真的被他紧紧的抓住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这其中的演唱 小平为我们介绍一下 嗯 这一段其实观众朋友可以听一听 张军花了几年试着走出新的昆曲新韵的叫水魔心调 就是跟这个作曲家花了几年尝试出来的新的听觉感受 各位听听看 他是在这样的历程里面在把这些养分灌溉在春江花月月的音乐 是蓝花梅的一个昆曲唱段 Jize的声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G renewed op Y 欢迎 永恒 听 风风风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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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段兰话没 对啊 这个就很 是我刚刚前面 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做举家奖 是昆曲把我领出来的 最典型的弹的 就是这个兰话美 他自己从那个 简单的文脉里面 找到自己觉得 解释这个文脉的听觉 所以他就铺展了 这么一个音乐 在演唱会很受好评的 我刚才说 这是让我想到 这个王力宏的歌 结果说张军 还真的帮王力宏演出 演唱会站台啊 真的 他说现场那些 王力宏的脑粉都很惊讶 王力宏无所不能 以为他会唱昆曲 不但会唱昆曲 还跟魔术般的这样装扮 魔术般的 王力宏又回来 王力宏说 刚刚那个人叫张军 我想即便是平常可能很少接触昆曲的朋友 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 应该也可以进入到里头 而原来昆曲老戏迷 也不会觉得突兀 也得要分 有一些老戏迷的耳朵 就是不揉杂质的 就是那个也予以尊重 因为这个古老的剧种 确实它的 我们讲文化承载量很饱和 我就要执着于对它的古运 可是作为从业者的我们 除了执着是放在精神上 在做法上要多元一点 因为你爱它 只是在硕造一个新的对话方式 使得当代的叫审美多元的 这些年轻时代 不觉得你很成就有灰尘 所以才做这些调整 尤其在这个音乐表现上 其实小平在这几年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你从小学习京剧 都已经积累在身上 但是你又不拘腻在这个形式里头 刚才在音乐当中 我们在录音室里头聊得非常的开心 这个小平讲到他怎么样跟全部演员排戏 听得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你把他们真的是完全降服到 我就是说台湾之光 没有 因为其实我曾经去北大读导演所的时候 其实赖老师是讲 他在伯克莱大学的训练是导演要定在椅子上 工作多久都必须定在椅子上 做启发式的 全部把它内在调动出来 则为外在的一种语言 就是导演必须力求自己是客观的审阅者跟调动者 但是做戏曲导演没这回事 我有一段事情confuse极了 然后我也真的 因为我们家的就国防剧团的演员默契好了 我就直接今天明天讲说 我今天可不可以我练习定在这里你们做给我看 有的时候痛 有的时候也没管用 可是我们自己就国防剧团年轻的 都知道我是能做这件事情的 而且我只要说得出来 我通常是我一定有父爱 我只先让你主动freeback给我 如果不理想了 慢慢找到一个方式 因为这里面难免就是说 你一定有一定的含金量 说不定你也触动我原来的设定 要不然你导演哪有那么多很多原创的类型 那我把这个方式这一次借由工作很无痕的 也跟他们做一些产生 那那些孩子从观点上似乎能一直半解 可是要他外话 他们就觉得没有过这种经历 所谓的这些孩子 其实都上过我们节目 真的 赵鱼涛 孙金 曹志威 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有趣 小平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其实可能已经有一个小丑前尾 因为来过被我震撼教育过了 所以可能他们同行车行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们讲说别淘气 导演是内行 就开始跟他们排 所以他们也算是很听了 然后慢慢的就真的说 甚至于他们而言 就在非排练场的时候 其实都教老师 我也真的很诚心的 不管从身法上面 从功法上给予的建议 就是真的在角色以外跟他们聊天 脸谱的勾法的经验上面 也跟他们分析 连勾脸谱都是你这边 我当然没有直接下笔 因为有一个演员孙金 是很认真钻研的 但我说脸谱毕竟不是面具 它要有纹理 你的纹理把握需要带提升 他大概说有很老的老先生跟我讲 他从来没有导演跟我讲 我的脸谱不中文理 他自己仍然知道他不足 可是他不知怎么下笔 我就具体跟他讲说 你看你演阎王 你的本质的肃母感 因为你这里塞钩的圆润和气 我们称太善良 性格化不见了 你的法令文如果拉得很力度 这阎王在那地方就不怒而为 我说你要试试看嘛 下回 你懂 有时候比走不过去 可是他就很兴奋说 哇 后来每次勾完 有时候会晃到我面前 今天好一点 甚至好像那些腰腿的功夫 都是你他们做不出来 你就事败一遍给他们看 看到他们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这个也属于叫策略性的震撼教育 就是我在谈调动你们内在 跟讲场面戏的时候 你们听起来以为叫话剧导演 需要祭祷再去把它消化 我讲完了我希望你们回应 你们不回应我就做给你们看 吓死他们 对 他们就 原来你不是只动嘴的所谓的导演 这样子 我听说好像有一段是 这个主角抱着一个大鼓琴 就他抱着抱着就觉得 这样子两只手根本没办法动 就你整个做一遍给他看之后 他决定要抱着琴演出 因为这个从来也 因为昆曲的原形里面 玉三纪的琴条就有弹着抱着琴 也就是很示意性的 让观众知道这个物件 传递了两个人内在的那种 很隐私的表达 可是以我们今天来讲说 这个物件其实它有它的比例 也在意义上面 有它的知音的寻觅 我说我们来克服看看好不好 那张军想说我们来接受挑战 但我实在不能想象 我说我们来做做看 所以我说先先告诉我 踢鼓琴有哪些基本的形体 可以抱 单手吊 单手捧 左踢 右踢 货杯 好 我知道了 来 这个地方用甩琴杯的时候 展现出你的高傲的蓝井 远观 这时候夹琴的时候 代表着你心里面的欢愉 拍着琴声的时候 自己显现出来 那种小鹿乱撞的悸动 你就把那心情附贴在物件本身 在深段化 所以在倒琴的时候 我说拿琴挡挡你的脸 把你那害羞的红脸 把它挡一挡 然后抱着琴 自己憨快的跳一首花儿子 你自己就移琴了嘛 其实这个观念 我讲真的来自于 就是老祖宗的智慧 水秀为何物 理论上就是情感外化的表达物件 依此类推 也就是你情感逾越外化的工具 它不是绊住你手脚的道具 好的演员历来 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前辈的艺术家 民宿 都是善用道具 装点角色的内在 用好的都成为经典 就成为我们后来的城市 城市哪来 是前任的指挥 你现在没有创发力 你就抱着城市 就叫抱餐首去 真的当一位这个戏曲的导演 这不是一般导演能够做到的 因为他从小的训练 才有办法再求出更多的创新 从里头变化出 在这个时代能够感动人的力量 那么这一出春江花月夜 明年可能会在我们台湾演出 非常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们今年还有机会看到您其他的作品吗 今年我自己的母团 国光剧团十月份 也就是双十节那一周 在两天院戏剧厅有一个新的创作 叫十八罗汉图 请各位听众朋友 继续支持我们这些孤单的 传统于当代的这些工作人 虽然说是孤单 但是你看他们在这个老祖宗的智慧 跟现代当中要怎么样去架起一个桥梁 这真的是让人会看得过瘾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小平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十八罗汉图 是双十节的时候 双十节那一周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小平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也期待再次在舞台上面 看到您精彩的作品 谢谢佳瑜 谢谢 同时呢 在这边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 节目最后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那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八月三号 只要您到我们不只是昆曲脸书的粉丝页 按赞并且填写问卷 您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昆曲名家的CD一张哦 像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的 梁古英老师 蔡正仁老师 约媒体老师等等这些名家的演唱 您都可以直接带回家听 非常珍贵的CD 欢迎您到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不只是昆曲的粉丝团 按赞并且填写问卷 而且上面还有非常多昆曲的相关讯息 您也可以在这里随时知道昆曲的最新动态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星期天同一时间不只是昆曲 九点钟再见 拜拜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 台北爱乐FM99.7 竹童表